噪音污染对我们健康的影响程度 已经被认定为仅次于空气污染 你有检查过自己的耳机都听几分贝的音乐吗 很安静的时候我大概控制在45以下 比如说你在图书馆或是在很安静的办公室 嗨大家见过了好吗 欢迎到理科太太 你觉得你的听力好吗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写零零测试年龄的实验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虽然原理是这样没错 但其实这算是半个网路谣言 因为在网路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那么准确做测试的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每个人的基因条件不同 第二个原因 每个年龄可以听到的频率高低 其实也跟分贝数有关 第三你可能没有办法在家用正确的频率去听 因为YouTube不已经放了出来这个高频的频率 而且环境可能有干扰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因为听不到而听不到 越年轻可以听到越高频的声音 因为你的内耳负责接受高频的听觉毛细胞 平常责任重岁压力大 他们是最早开始退化的 如果你现在是24岁以下 照理来说你可以听到17000赫兹 30岁以下可以听到16000赫兹 40岁以下可以听到15000赫兹 50岁以下可以听到12000赫兹 但不满你说40岁以下的频率 我听的是鸦雀无声 所以如果你的耳朵年龄比实际年龄还要大 你不孤单 我相信这很大的原因不是身体体前老化了 而是在生活不知不觉中 我们让我们的听力受损了 听力损害在现代社会比想象中更普遍 让我借用一下美国的数据 在美国超过一半有听力损害的成人 并不从事跟大量照应有关的工作 甚至有四分之一觉得自己听力非常好的美国人 有一定的听力损伤 当然你接触的分贝越大声音越大 在超过85分贝的情况下就是有风险 就有可能损坏听力 要是你所处的环境长期有噪音 从35分贝以上开始 每增加10分贝人们因为心血管 而死亡的风险就增加2.9% 像我之前有去看一个在建国高架正旁边的办公室 在窗户全关的状况下 我还是可以听到一堆车子经过 你就想要是一整天待在那种环境 应该会让上班的人 各种心神不宁吧 然后我大概测了一下 分贝数大概是65 我们回去换算一下 35 45 55 65 所以如果我真的办公室住在那边 可能会增加我10%的心血管死亡风险 如果你很喜欢去演唱会 你也不要太担心 只要还没造成永久伤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卫教 待在70分贝以下的环境 超过24小时 也是可以防止噪音带来的听力受损 简单说就是 如果你真的硬要去听演唱会的话 接下来真的要让你的耳朵休息一阵子来恢复 但要是你接触的噪音高达110分贝以上 只要短短的5分钟 就有可能造成体力伤害 110分贝的噪音像有什么 飞机噪音 所以你知道在航道工作的电行人员 他们一定要带降噪耳机 那个是职业上必备的 你不要觉得没事 5分钟之后你之后可能真的就听不太清楚了 救护车的声音还有鞭炮 哦对了 如果你家里有新生儿 婴儿哭声可以达到120分贝 所以如果你的爸妈现在听力不好 记得要对他们好一点 因为你小时候可能是一个非常爱哭的婴儿 虽然说85分贝以下的噪音 不至于会影响听力 但生活中我们可以注意的一些电器 像是吹风机有65到85分贝 果汁机70到80分贝 冰箱大概是50分贝左右 的确是蛮安静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冰箱很吵很大声 应该不是你的听力太好 而是冰箱坏掉了 所以记得去送修 吸尘器差不多在85到90分贝之间 其实你知道吗 吸尘器设计上 声音其实是可以更小的 但因为非常多的消费者 潜意识觉得 吸尘器声音越大吸力越强 所以厂商无奈之下 只要让吸尘器的声音大声一点 跟我们生活最相关的我觉得是AirPods 或是各种耳机爱用主群 就是走在路上 你常常看到大家耳朵都有塞东西嘛 但你有检查过自己的耳机 都听几分贝的音乐吗 因为我实在害怕极了 所以我会在iPhone的设定选择 控制中心加入听力的选项 这样你在用耳机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你平常 耳机播出来的分贝数是多少 像我们日常讲话 大概是40到60分贝 情音说话大概是10分贝 很安静的时候 我大概控制在45以下 比如说你在图书馆 或是在很安静的办公室 你需要听一些音乐或者是Podcast 如果我在外面外面很吵的话 我会干脆只开降噪功能 把什么音乐全部都关掉 如果你磁秒在通勤 带着耳机在看影片 你可能会因为周遭的吵杂声 而把音量开很大 不如你干脆就读字幕 和我的唇语就好了 好好的爱惜保护自己的耳朵 哦对了 如果你是音乐班 音乐系的学生 你可能要小心 但可能也预防不了职业伤害啦 雪梨大学 昆斯兰大学有研究 乐器和听力损失的关系 发现40岁以下的音乐家 有18%到33% 有噪音造成的听力损害 长号和小号 可以轻易超过114分贝 法国号可以超过106分贝 而在乐团里面 吹法国号的人 是有着最高听力风险的一族 大提琴在拉的时候 声音平常是82到92分贝 难够我平常练习的时候 家人和猫都 话说我小学参加管乐队 是吹法国号元号的 长大之后学大提琴 我听力不好 真的应该只能怪自己太会选 以下是乐器的分贝表给你参考 如果你不想练习 练乐器的话 就用这个表 去说服自己的家长吧 长期处在噪音的环境 会让人睡不好 有压力容易紧张 甚至会拉高 忧郁症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职场上NIOSH 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 他提供的这个图表 可以让你看到在工作中 能承受的最大分贝 还有它的时间长 就麻烦自己注意一下了 最后不管风水怎么说 住宅警邻高速公路桥 大十字路口旁边 噪音是有机会超过65分贝的 就算不让你听力损害 长期长时间暴露在这种低频的噪音之下 会让人家非常烦躁 难怪在风水里面 噪音可能是煞气的一种 噪音污染对我们健康的影响程度 已经被认定为 仅次于空气污染 但我发现真的没有太多人去讲它 实在是需要好好的被讨论正式一下 那除了突然的大噪音很明显 我们可以知道确实要带好降噪耳塞之外 保护厅觉得实在需要我们从日常中做起 如果你平常有在用耳机 可以先从调低你耳机音量 开始保护自己的耳朵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你帮我按赞留言分享 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 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 下次收... 呃... 好就这样 等一下 我在讲什么我忘记